亞運打完以後 我其實就是在花比較多時間 想要看一下我身體狀況 恢復的樣子是像什麼 所以我有先回澳洲 跟我的教練團稍微講一下 一種計劃這樣子 然後回去美國 然後跟我的家人在一起也是很開心 因為我弟弟回來了 然後這次已經超過有可能六七年 就是我們全家四個人都在一起 然後這次已經超過六七年 然後在同樣的地方 所以就是在這個休息的時間 我就是在想說 要繼續打籃球嗎 還是現在要往不同的方向走 我其實很感謝就是 我的身體就是兩個禮拜休息以後 就開始就是完全好了 以前像睡覺都會痛 然後走路會痛 基本人生的那種動作 不是當運動員的都已經會感受到一個 很痛很痛的那種感覺 後來我就開始慢慢的訓練我的身體 然後變成就是把我的肌肉變更強壯 然後可以忍受更多就是籃球的那種 碰撞啊或是什麼 然後我就發現我其實是很愛打籃球的 然後我很喜歡當球員 然後澳洲他們也是有幾個隊一直在找我 要簽一個合約 然後後來我就跟我直接的澳洲的球員 再重複前緣 因為對我來講中心很重要 所以我就要回澳洲了 然後回到美國的時候 我就開始一直在準備我今年在澳洲的賽季 然後也是想要安靜下來 然後就是找出生活中最大的一些目標啊 或者其實就是簡單的事情 你知道嗎 我請到收聽一下 以私人家間指示空派 請到演示空派 請到我聊天